今天,這是婦廟前 順帶婦廟,我們要來講講 大家要來聊聊 這順題,佛母的姻緣 主席,我們就來講講 齊首歸一蘇西地,頭面頂禮七聚之 我今稱讚大準題,為願慈悲垂家戶 南摩薩多蘭三妙三菩陀,聚之蘭達帝也他 奉折立主立,準題收伯呵 齊首歸一蘇西地,頭面頂禮七聚之 我今稱讚大準題,為願慈悲垂家戶 南摩薩多蘭三妙三菩陀,聚之蘭達帝也他 奉折立主立,準題收伯呵 齊首歸一蘇西地,頭面頂禮七聚之 我今稱讚大準題,為願慈悲垂家戶 南摩薩多蘭三妙三菩陀,聚之蘭達帝也他 奉折立主立,準題收伯呵 我們講尊佛佛佛祂,心青心黃白色,愛黃色在這代表他的地大 白色在這代表他的水大 兩者一體,表示理、地、不理、定規一體 三妙三菩陀,表示理、地、和蘇 三妮,或是表示佛佈、金光佈、連花佈、三佈 也代表我們尊佛佛佑、聚之為福感、法感、福感、非感 以及不送不公平定的含義 尊佛佛佛祂,提起言教義創�ảng 江楊是建基Ash枊的公民 來打獨中心,一切的夢心,夢心的黑暗 以及他有拿白鑼給索索,標示他要共同佛法 來說,他的左右兩手做法印 這是尊體的手印 尊體的手印,我們大家共同學習一下 他就是這樣拿來,然後 標示尊體在六觀音裡面,主要來度化人道中心 要做什麼?跨度三藏 這是尊體佛廟,他的獎祭 他說,他視線這個三間基地,不所謂理性 我們在道手開始說 佑第二手,劫師無畏印 佑長無子開禮 讓五字光明施予一切眾生無畏 表示大悲深切,他是要救度中心 再來,我們說他七劍 七劍,這支劍叫什麼?這支劍叫地匪劍 劍博素摩和三中 劍三國五行政反樂 右邊第四隻手,他就是 騎手持的屬豬 這個屬豬代表什麼?他代表帝飛 有专法文的意思 母主象征的阿弥陀佛 属主的县 县端则为观音 表示以观音大词力为县端 贯穿108 所以称108的烦恼 我们的主每天专一主 就能挣一个烦恼 所以他修正100空白状的三面 又第五只手持韦乐 布罗家国 他成的清源状 表示圆满万行万善 表示佛的佛架 万万的公督 来拿六七手 他拿到农府 他能够吹破 农府要吹破一切 吹破一切之力 表示能够吹破无名与难断的障碍 这些人都有这种难破的无名 他明明知道还会想再去做 这些厅就要断 来请尊帝府厅农府来破毒 我们的无名与我们断的破障 第七只手持国勾 要是要借一切勾住 勾招一切众生 进化罪功 来就立如来 极尽的自得之故 第八只手持百贼 这个标识能吹破贪争吃三毒 就是百贼亚 百贼亚 人家说是要做什么 是吹灭 贪争吃三毒 右边第五只手 第九只手持宝慢 表示万德庄严之意 即是平等之德 这就是我们在说的高级手 他的左边第二只手持如意宝床 表示亲近菩提心的宝床 对无福气贫乏的众生 圆满他的愿求 来这里你就是庚 但是没什么庚 没关系 只要你有心 向我们尊体的菩萨收集 尊体的菩萨就这个如意宝床 他就会适于圆满你的愿求 左边第三只手持莲花 莲花代表一切诸法为清净 即是莲花清净三毒五欲 左边第四只持召观 表示这召观 他就是在里面的圣满 切物及诸尊 圣满的特德 就是这里面有个尊体菩萨 有自己的祝福 所收来的 得开的 的经典也好 的经典也好 这是那个 召观 他意思就是说 他这召观圣满 圣满特德 第五只手持锁 表示我们这个锁 要降伏恶魔引入本有的无惠 这个锁是要降伏恶魔 给他这里的奉魔 因立本有的福地 左边第六只手持法轮 它可以破除二十五种的生死流转 左边第七只手持法罗 表示能演说诸法 法罗能演说诸法 有一个可以麦克风一样 可以利益众生 可以让他们传送众众 降伏众生一切的烦恼与障碍 抗风你就听得对 这个用这个划罗 来行为众生一切烦恼与障碍 左边第八只手持宝贤 这贤贤它代表着智慧 贤内有甘露水 用甘露施予一切众生 让大家可以清静 让大家可以有足鼻心 第九只手保罗还切 表示智慧之体 这就是说十方三世 祝佛的菩萨 荣依出佛祭地灰 生就无上正定正甲 正甲的菩萨 为祝佛一秒 所以它开了菩萨凡切 这就是意思 就是这样 在年灰 年灰 最后有烂陀螺 烂陀螺王 巴南陀螺王 祝佛祭地灰 天会灰 祝尊提菩萨 祝尊提菩萨 也是观音菩萨的四限 祝佛众生 头上 他的头上有定着阿弥陀佛 他定着五方佛 他要做什么 要利益众生 所以春帝佛庙 是怎么可以让他祝福寮 祝庙 也是五方余企专的一个庙 对这个原因 现在我们要说的 有几个 我们要说何谓三昧 我们刚才说三昧 三昧意思是 善心出足不动 这我们称为三昧 这五昧要说什么 五昧要说五昧 就是色、塑、想、行事 五成色、生、香、触法 这五昧跟五成合作 就是我们说五昧 三昧 三昧 大家都知道 三昧就贪真吃 再来说素膜 素膜有环老膜 五昧膜、死膜跟天膜 这是在这里来说 给大家加深印象 如果可以摧毁素膜 当然改脱 发心改脱就出三次 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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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说烦恼障 业障跟暴障 这是我们在说的 有在说到三昧 三昧 三昧 我在这里特别拿出来 跟大家说 最后在说五字光 五字光有什么叫五字光 有一个叫成就作者 五字 是由五色 眼、膩、鼻、摄、心 五色 这五色 所生的 人家说五百六七的英格 五百在歌上转 六七是在英中转 英什么叫英中转 那你在做的时候 你在做的时候 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是借英格 就是来了 在这里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自心善念 不要去买 不要去欺负 不要去欺负 不要去贪 主缘 这因特别的 现情 你转念 就好了 当在转的时候 不要用凡夫的心 来想这些转 不要用凡夫的心 来想这些转 就能成就 成就作智 这是在说三九成就作智 这是在说五字光 法界的体 法界体的性智 无尽的诸法 成为法界 释法 所有的 就为体 法然不坏 法然不坏 就成为性 能决断 决断分明 无尽的释法的智 这我们就成为法界体的性智 这个 那个大元 这是在说五字光 我再来重复 五字光我们有说过 来 我们来说 大元 大元自信 在清静 佛有四种智慧 大元 大元静智 就是由第八世所转 转世成静 就是说 你不能用的时候 就是智 你 要不要整圆 就是 专得八世的性智 大元静是 就是 大元静的本性 就是清静 没有污染 这是大家在说的大元 大元自信的 大元自信 平等性智 由第七世 转变得来 第七世 是你 没明白之前 开悟了 就是平等的性智 这是我们来说的 就是平等性智 庙观察 观察智 由第六世 转化出来 第六世是什么 第六世是什么 什么都给你分辨 分辨神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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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这些工作 合情就很聪明 很聪明 其实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意识 所以 妙观察的地灰 见一切的境界 没有分辨的 没分辨 没去分辨 就知道 所以分辨是 你要分辨 你分辨 现在没有分辨 就知道 这叫做妙观察的观音 今天 准台湖廟 粗粗 現象 发心 来和大家共参 这边准台湖廟 来讲的 这个 我跟佳佳 提出 跟大家共享 中秋这一圈 跟您来分享 准台湖廟 五庙廟 集中的准台湖母 有佛教的 佛教之母 来 祝大家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好的 好 桃 哦 好 感谢观看